马路边的安全岛可以看见爆炸时 弹出了破片痕迹 覆盖了整排墙壁 炸弹杀伤力之强可以想见 而在爆炸案的现场 悲愤的民众在现场抗议 呼吁政府采取行动 经常在阿富汗活动的激进组织 已经宣称是伊朗指挥官苏雷曼尼桑里尚 连续爆炸的攻击事件主谋 而虽然官方已经将原本的100人死亡 下修至84人 这起攻击事件仍然是伊朗在1979年 伊斯兰革命之后最严重的攻击事件 伊朗第一副总统向当地媒体透露 伊朗已经招负之前在苏雷曼尼挥下的官兵 执行复仇任务了 然而在伊朗国内 许多人仍然认为 美国和以色列是背后主使 因为苏雷曼尼 是在美国的无人机攻击中上升 而以色列也曾多次 对伊朗公民进行刺杀行动 而美国四日也对外宣布 他们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发动了无人机攻击 击杀了一名攻击美军的伊拉克民兵指挥官 和他的副手 共四人在这次行动中身亡 环宇新闻发言之中和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